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他们想要听什么样的矛盾对决 那我们今天这个题目其实就是选了一个 我们自己有电的 对 我们真的觉得可能也会有很多人的困扰 来聊给大家听 那今天这个题目就是 在沟通的时候到底应该要有所保留 还是完全坦诚 嘉玲啊 我们先来聊一聊 如果只有保留或者是完全坦诚会怎么样 我来推演一下这两个沟通模式 好不好 那我觉得空着聊大家会不好选 因为你现在也 我如果要你说那你是坦诚派的还是保留派的 要沟通什么 对 你可能会说 都有吧 好 那我来问你一个问题 你要认真回答 不要太犀利 不要太犀利吗 反正他们又不会告诉我答案 就是谈恋爱的时候 你觉得对方该不该告诉你 他跟他前任的事情 或是你该不该告诉对方 你跟前任所有的事 我要他跟我讲 但是我不要讲 有没有很真实 不公平 对不对 你怎么可能要求对方讲 对方一定会问你 那你呢 好啦 如果要公平的话就是 我要看对方的接受程度跟反应 我不会一开始就开成不公啦 所以你其实会比较倾向 有所保留型的 要看一下呗 你不知道完全坦诚 这会发生什么事啊 可是有些人就喜欢直来直往啊 因为他觉得 有话直说才是真正的爽快 才是没有心机 他不喜欢别人有事情不 他会觉得如果我们俩真的要在一起 我们直接不要隔东西 我觉得我20岁的时候 可能会有这种天真 就如果我的第一任 因为我们彼此是第一任啊 所以就没有这个问题 对 不公平 我觉得这个就要 就是不能只有到第一任 就是你知道有些人 我想现在人大部分 有啦 我还是有听过 那个初恋到后面 但是绝大多部分的人 可能就有好几段关系 那有一些人 他是喜欢那种 在亲密关系里 是没有秘密的 因为他觉得 这才是真正的信任 彼此有真正的在乎 我们可以真的 全部的告诉了对方 如果全部的我 你都知道你还能接受 你才是真的喜欢我 但有些人会有这种想法 OK 你可以理解吧 我可以理解 对吧 但我觉得那只是一种说法 只是要把资料套出来而已 我这样是不是暗黑了 对 可是这样的关系 他有某种满足某种需要 不过他也就会像你刚才讲的 很容易在关系里丢炸单 对 因为你不知道对方底线到哪 你觉得没什么事 他可能整个气道快要爆炸 对啊 认识多久 然后也不晓得 他是怎么理解这些讯息的 是 当然我们要讲沟通技巧很多 只是我今天就是 刻意把这个题目挑出来 然后刻意展演的 比较极端一点 OK 那我知道这个情况底下 有很多很多 if的条件要先满足 但是我只是想要 让大家去想一想 你在关系里 更期待什么样的沟通方式 那我们这个时候 换到另外一边讲呢 就是有所保留 有所保留的 这种人当然他的好处就是 不会随便挖根给自己挑 我觉得你就是这种 我就是这种 我要别人对我无保留 就是我很有保留 对 你喜欢那种控制感 对吧 就是你有东西没说 但我知道你的很多 其实我 其实对 对 我有这种隐形的控制 你其实隐形的在控制 你表面上 就是很会倾听跟问问题 但其实你是藏在问题背后 哎呦 你不要这么坦白的 这样揭露我啦 我会害羞 你有没有发现整个 有啦 我也揭露很多 我等一下又要揭露 我自己的事了 好啦啦啦 然后 所以 有所保留的话 就比较不会因为 说错话嘛 然后他知道 老人家说的 饭可以乱吃 但话不能乱讲 这就是这种人 最好的那个 信念你知道吗 他会放在心上 可是这样的缺点是 假设你在你的关系里 或沟通模式里 你保留了太多 其实是会让你身边的人 觉得有距离感的 OK 就是他并不知道你在想什么 你知道他在想 但他不知道你在想 他其实内在会有一种不公平 或是一种不安全 好像是隔着一个保鲜膜跟你互动 没有办法touch到真正的你 对啊 所以我其实是需要多一点点的安全感之后 我还是会自我揭露啊 对不对 像我们两个之间 我一开始虽然一直在跟你问问题 可是我是不是也适时的会自我揭露 好 对 先给我一点安全感嘛 好啦 当然啦 我们当然正常的互动就是 够手才会讲更深刻的话 对啊 那回到之前这个题目 我自己在反省我 就是关于这个 到底有所保留 还是完全坦证好 我就想起一个很北七的事情 什么事 就是我小时候啊 有一次也是为了要买卡带 那我零用钱不够 然后我就去偷挖我弟的租公 是 就是我的意识是想说 我心里想 我没有跟他讲 我想说 我跟弟弟借钱一下嘛 应该也不会怎么样 就是很北七那种小屁孩 结果后来 我弟就说 嗯 啊我租公的钱怎么越来越少 然后 其实跟他睡在一起的人就是我啊 然后我爸妈 就很快的 很容易就抓到家 整一只谁了 那有打你吗 有啊 也是很惨啊 你知道我小时候 嗯 好啦就那样 嗯 好就是 这个就是 有什么需要 不讲 就是自己想办法处理的 结果就是 结果是惨 然后后来 后来我有一次在学校啊 就是健康检查报告 出来 然后拿回家 然后就有一条红字 就写说营养不良 然后我妈就说 你为什么营养不良 我有抠斗你吗 然后我就说 哦 没有啊 因为我就要买卡带啊 然后零用钱不够啊 所以我就不吃饭了 就其实那个时候是有点 生气 就是 故意要用这样的行为 去气我爸妈 让 但我其实背后的目的是 想要说我的零用钱不够 不合理 就是你想要更多的零用钱 一非黑即白 全有全无啊 是 对啊 所以这就是我自己 反省我自己当时的状态啦 嗯 就会觉得 就但现在想就会觉得 以前真的好蠢哦 干嘛要这样讲话 这样对人 嗯 要不都不讲 要不就一次 讲到你痛这样 对对对 然后 其实后来现在 慢慢长大之后 我会觉得 现在的世界 相对于童年来讲 其实又更复杂多了 嗯嗯嗯 那我现在会遇到的状态 就是关于都不讲 或者是一次全讲的状态 就会是 比如说我有点 不太 不太喜欢家人的 某些生活习惯 嗯 可是如果我经常讲 因为 因为他的习惯 一定是他最舒服 他最喜欢的嘛 是 然后我去跟他讲说 你这样子不好不对 其实是我的需要 是 对 所以如果你常讲 就会变成碎念 嗯 对 可是如果都不讲的话 等到如果 家人有一些什么 身体的病痛 或者是生活状况 出来的时候 我就会很容易 又抱 把过去的脏 嗯 一次掀出来 你就是晚上怎样睡啊 然后你平常就是 爱怎样爱怎样 就是会有一点 一次算脏的感觉 嗯 就我后来慢慢觉察 自己会有这样的习惯 我也 开始去调整自己 就是 就是我现在会觉得 一次都讲 或者是都不讲 其实没有好处 对自己或对关系 都没有好处 那你怎么拿捏 这中间 嗯 我现在的方法是 比如说 我今天要跟你说 嗯 杨家里你不吃饭 真的很不好 你都不吃饭这样子 对身体不好 我就会先去想 那我背后的意图 是什么 嗯 我会不会是 嫉妒你身材太好 对 我其实只是想要 把你的肚子也养出来 跟我一样有肚子 你不要一直穿衣服 这么好看 这样子我觉得很不舒服 就是 减肥有两种 一种是自己瘦下 一种是把旁边的弄胖 弄胖 对 对就是 呃就是 去觉察你背后的意图 是什么 比如说 回到我刚刚 挖我弟的猪公那件事情 我那个背后的意图就是 我很 直觉的去 想要拿别人的钱 满足我自己的需要 是 那如果是现在的 我就会问我自己 那这个手段 去满足到我的需要 我真的有开心快乐吗 嗯 那又好像是 呃 我对于家人的生活习惯的态度 就是 我好像一直在 想要表达 为他好 嗯 可是他 收不到 那 我这背后的意图是 想要什么 就是 我是 真的觉得他会生病吗 可是 可是那身体是他的啊 还是你想证明你是对的 对不对 对啊 就是会不会 我只是想要表示 我懂好多我好对 但其实 真正去伤害到的反而是 家人的信心跟他的自主权 嗯 可是想到这一层 我就会觉得 我没有要去 打 嗯 去打击他的信心跟所有权 我就会 可以忍得下来 OK 对 所以我现在比较 嗯 算是中庸的做法就是 如果真的 比如说 嗯 天冷不穿外套 真的一直渴 打喷嚏了 然后很 很重很重了 我才会轻轻地说一下说 啊你也磕了两三天了 要不要考虑去看一下医生 哦 比较温柔一点 对 就是去做到表达关心 但并不是一直去碎念到 是 去伤害关系 是 当然我们每一集的矛盾对决 最终 大家一定会发现 我们的套路就会是 啊一定是中庸嘛 对不对 嗯 可是我觉得拿出来谈导 不是说 哦所以哪个比较好 而是我们 我觉得刚刚一拳示范的很好 就是如果我选择了其中一个 或我更常使用某一种策略 可能都说或都不说 重点不是那个东西错 对 而是我在那个行动背后 或这个习惯背后 发生了什么事 我觉得这才是我想做矛盾对决的 意图 真正的阻止 对 就是如果我什么都要摊开来说 是不是我对于那种真实跟信任亲密很高 标准很高 嗯 我在里面投射了什么 嗯 那如果我什么都不想说想保留 那我到底想保护的是什么 嗯 我觉得这才是我们来就是分析这些议题 有趣的地方 否则到最后一定会是 啊我们来怎么做 你们都知道矛盾对决的意思就是 到最后就是中庸 而且我觉得这个过程很珍贵的是 我们可能会因为我们想到自己的什么例子 是 然后就提供听众参考嘛 那回到他们的生命经验 他们一定会更知道自己可以怎么拿捏啦 是 如果是我来处理这一题啊 我也是 当然标准拿捏一定是看状况 看现在是讲事实比较重要 还是讲过程比较 比如说如果是工作关系 他比较没有牵涉这么多私人情感 嗯 我可能就会讲比较多事实 嗯 就是到底情况怎么样 嗯 那当然我也不会一次就全讲 我就会先讲一些讯 释放一些讯息 看对方的反应 如果他接得下 嗯 比如说很多人都会 看我跟凯宇金的不错 想要来 我们的同行想要来 问我我们怎么做 是 那他如果是刚从学校出来的 好 我一次告诉他 毫无保留地告诉他 嗯 我们怎么做 我其实是会把他压死 可能消化不了 他会吓死 哈哈 他会觉得 啊他要到这种程度 嗯 所以其实那时候 我会有所保留 就你那个情况之下 你自己去调配一下速度 对 反而是对对方的体贴 对对 因为沟通不是我一个人的事啊 嗯 其实要看对方 消化到哪里 他能接到哪 他如果能接我就多说 OK 那如果他 我看他反应已经差不多了 我就会先停 嗯 这也是我慢慢训练到的 不然年轻的时候 其实我会那种 你来问我 我就觉得我应该要 掏心掏肺的 全跟你讲 我也是这样 然后 你不听的时候 我还觉得那 很生气哦 可是我后来发现 没有 其实我只想证明 我很优秀而已 嗯 对 就是那个浅诚的意图嘛 是 但如果是私人关系 比如说我回答这一题 到底要不要跟前任 坦诚 要不要跟现任坦诚 前任 我的做法是 嗯 我不会据细迷移的 告诉现任 嗯 我跟前任做的哪些事 嗯 因为你跟他讲 你那些甜蜜的事情 一定会引起嫉妒跟防卫啊 一定会啊 对 所以 可是我又不能不讲 嗯 因为对方会想要安全 安全感某种程度 也是一种 我更了解你 我会有安全感 如果我问你要有讲 嗯 会让对方觉得比较好一点 有回应嘛 对不对 所以我会说的是 是我会我会分享 那我跟前任在一起的感觉 嗯 感觉是我的 感觉是真实的 我也没骗你 是 但我不想要讲那么多 事情的细节 因为事情的细节 真的不重要 嗯 好他请我吃过 很厉害的大餐 然后呢 你现在带我去吃 我会一样开心 不会 我会跟你讲 我都几岁 你现在让我是变胖吗 你吃那些 是让我胆固醇太高吗 对啊 所以 做一样的事 并不会幸福 OK 不会 但我可以去说 在那个经验里头 让我舒服的是什么 或不舒服的是什么 我一样还是会说 而我的经验 我是很愿意分享的 嗯 坦诚的让你知道 嗯 嗯 但事情的细节 我觉得那是 可以保留的东西 因为 如果这个时候 对方还是要逼我 说 说一些我不想要说 我觉得很私密的事 其实我会觉得 这是一种侵犯 OK 一种 嗯 你不尊重我 我想要有的空间 但我这个空间 并不等于 我要欺骗你 或要做什么坏事 嗯 我觉得每一个人 一个成熟 独立健康的人 他心里都可以有一个 他的小小的空间 是可以上锁的 嗯 那个上锁 是一个隐喻啦 不是说你真的 要去买一把锁 嗯 也不是叫你 封闭自己的意思哦 对对对 就是 嗯 如果 如果你现在有养小孩 其实我会蛮鼓励 父母亲 时间时候到了 你能力可以的话 让孩子有自己的空间 然后允许他们 关门锁门 对 关门锁门 因为其实在东方里头 是不允许锁门的 其实不允许锁门 你把它放大来看 就是不允许有秘密 不允许有秘密 就是你什么东西都要讲 所以父母亲 有些时候 比如说小孩 他可能做了一些决定 他必须告诉父母亲 然后父母亲同意 他才能去换工作 结婚 嗯 选这个 选这个老婆 选那个老公 其实这都是一种 你不允许对方 有他自己的想法 嗯 也不允许他有他自己 独立的空间 这一点我还蛮感谢 我爸妈 好像就是 呃 如果可以的话 允许小孩可以锁门 其实我们在教导的 那个背后 是在帮他建立 他的界限意识 对 界限有三种 环境界限 身体界限 跟心理界限 我刚想到 思思有三种 对不起 其实不是两种吗 哦 对对对 忘记了 环境界限 环境 为什么很多人的 心理界限 界限不起来 嗯 就是他连环境界限 都没有办法有 嗯 就是从小都一直是模糊的 跟大家都在一起 对 东方的家庭 其实不太鼓励 有自己的 范围跟空间 嗯 那如果假设 你真的家里不行 真的 真的小孩多 房间少 然后现在房间要怎么靠 另外一个就是 你有自己的 小抽屉 小抽屉 小书 桌 嗯 一个小小的格 地方 像你们来办公室 我们东西是开放的 对不对 对 可是要怎么让你们有安全感 就是你们每个人 还是有自己的小小的 柜子 柜子 然后你在里面 要放什么不介绍 我都不会去管 嗯 你就会有一个 好像在这个空间里 你说了算 哦 是我有权力 说了算的空间 这其实在建立安全感 才是真正稳定的安全感 这也会在我新课程里 去讲 空间意识上的安全 是很重要的 嗯 好 那我们常有的时候 在关系里 因为空间意识 没有那么足够 我们就会不小心 想要对方 给更多 然后踏到对方的心理界限 嗯 这样反而对关系 没有好处吗 嗯 我刚刚听嘉宁 讲到这边 我就会有一些些感受 就是 好像嘉宁 在跟我们分享的 就是公领域 跟师领域 其实不管你要 完全坦诚 还是 有所保留 嗯 还是要看情况来看 那因为其实 师领域的沟通 敲门还蛮常聊的 我们今天就不多琢磨 嗯 但公领域的部分啊 嗯 我可以分享 我自己的经验 就是因为其实工作上 我们有薪资 义务的对价关系 对 比如说你是老板 然后你付我薪水 所以我们的工作目标 一定要失 一定要高于 我们私底下的 友情才是合理的 对 那我觉得 怎么去帮自己 做这个切换啊 有一个很好用的方法 就叫做 用角色来思考 嗯 比如说我们在工作上啊 假设我今天要跟 呃 嘉宁过某一个脚本题目 那呃 嘉宁在角色上 她是我的主管 是 那我们在沟通的时候 当然就会 很坦白的就 什么题材啊 观点啊 都摊开来讲 那才能达到我们要一个 好的脚本的目的嘛 是是是 可是如果假如发现 对方的工作状态比较不好 可能是 可能有点分心啊 或者是口气 有点比较不耐烦 嗯 我觉得这个时候就是 真的要看状况 嗯 如果还不至于干预到 工作聊不下去 就可以 继续先把工作的事情讲完 是 然后等工作事情讲完之后 我们再放下 工作上的角色 嗯 用朋友的角色来关心彼此 是是是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 很好的拿捏 对啊 蛮好的 嗯 对 所以现在你 对你来讲 就是什么时候坦白 什么时候保留 其实你现在可以运作得很好了 对 对 我相对来讲啦 相对以前来讲 会比较好 然后 呃 我记得我大概一年多以前 就听过一句话 叫做 有一种顶级智力 是两套完全相反的逻辑 它都可以在你身上成立 而且还运作良好 我一开始会觉得这是天方夜谈 你没有觉得 哦 顶级智力好厉害哦 不是 我就想说这是什么顶级智力 这是 这是拿来 要刻意说服人的吧 嗯 可是呃 在起点的工作越来越多之后 对于很多事情 比如说角色上的切换啊 是 然后工作更多的弹性跟尝试 我越来越觉得这是有道理的 嗯 比如说刚进起点的时候啊 因为我会用戏剧的逻辑来写脚本嘛 嗯 然后那个就完全不是我的逻辑啊 你说我们要求你的逻辑不是 对就是戏剧 它前面就是一直悬疑悬疑 买梗买梗 最后才会让你知道 是 但是脚本就要看状况 有时候这个议题 假设它一开始很打动人 你要先给牛肉 给干货 是 所以听众听了那个牛肉跟干货 他们才会留下来继续往下讲 是 对就是这个也没有标准答案 可是当时我自己的开放度不够 就是你的顶级智力还没长出来的时候 我那时候没有顶级智力 我那时候只有普通人智力 我就觉得 为什么要这样先讲 那我后面就没有干货可以抖了耶 我就没有包袱可以抖了 所以那时候会很痛苦 很痛苦啊 真的啊 我们之前不是有讲过一集 我每天起来都像在被那个 卡车撞到 卡车撞 一直在站起来在被卡车撞 所以我那时候心理上 其实是经常在忍耐的 但是我会很珍惜 起点的工作经验 那一方面也是因为 家庭是我很重要的朋友 然后我会觉得 在当时我如果只在乎自己的感受 把我所有的感受 全部都说出来 我猜我们就不会有 走到现在的合作了 我可能就会觉得 好吧那你好像 还是比较习惯写戏 你就回去吧 我就不勉强你了 对 然后我们就没有办法走到今天 然后我觉得 那时候还好是家庭知道 他一直看得出来我有忍耐 所以他也不断不断地在给我安全感 鼓励我多说说真实的感受 那我面对之后 我会觉得 家庭很棒的是 他用一些很实际的数字 让我看 而不是只有我自己觉得的 好的脚本应该是怎么呈现 就是比如说我们的 YouTube上的订阅率啊 或者是商品转换率 就是 他是很有耐心的在陪着我 跟我分享他是怎么感受市场 然后可以一步一步的调整 然后你通常 你同时也在这个过程里面 一直让我知道 我有什么东西是很好的 但是放到起点 或者是放到我们现在要去的目的 这个东西可以怎么挪用 不是要消灭我 你不是要消灭我 你只是告诉我 可以怎么灵活的去使用它们 那我最近会觉得 我真心喜欢上这样的修炼 是 就是在全部坦白 跟完全不讲的中间 我发现这个中间的灰色地带 越来越大 这个灰色地带 它都隐喻着我的灵活 跟弹性也慢慢变大 是 这样子 很好欸 很感动 谢谢 我刚刚有真情大告白呢 有 好 对啊 其实真的没有什么的标准答案 也没有什么叫一定的好跟不好 走到现在我当然会觉得 有的时候 技巧已经不是重要 时机比较重要 然后什么状态 我们要达成什么目的 还有我们对自己跟彼此的了解 对关系了解在哪里 对 如果够信任 那就可以再冒险一下下 对 就像那个时候 我当然也知道你痛苦 嗯 我也可以当作不看 反正我付你钱 你就把事情做出来 对 对 可是我那时候也 没有做这种保留 我其实是蛮真实的去 邀请你 嗯 你的感受我愿意听 不管那是什么 嗯 事情怎么做 当然有我们的规矩 嗯 好 可是你的感受是我 觉得 我想知道的 确实也是你这样的表态 我会觉得 我有一种 除了工作之外的 被看见 嗯 这也是另外一种 让我愿意继续 尝试沟通的动力 就是你愿意继续 这边被撞就对 对 对啊 那我一直都说 关系是双向 如果你今天在关系里很痛苦 其实另一方也很痛苦 嗯 你在关系里觉得很疏离 很冷漠 对方也会觉得 嗯 我们常常都只觉得 自己感觉不好 嗯 我们都忘了对方感觉也不好 对 那同样的反过来是 你当你感觉 感觉 在关系里感觉好的时候 嗯 通常对方的感觉 也会蛮好 蛮不错的 对 所以 呃 为什么我们常常说 回到你自己身上 因为很多答案 就在你自己身上 嗯 你向外求 看别人的脸色 看别人的眼光 看别人的表情 不不不不 不一定会有答案 甚至于要来问我们说 那到底沟通的时候 要完全保留 还是 对啊 还是有所 有所保留好 所以没有标准答案 跟公式 就是都是互动 嗯 那这个过程当中 你要喜欢自己 是 那样的关系 你才会想要好好留着 嗯 我会觉得 如果要总结一句话的话 我就是 呃 关系里面 它必须要 有一些安全感 它才会让我们 愿意再向外走 是是是 而这个安全感 有时候不一定要对方给 要先自己给自己 对 某种程度上 你自己要先有安全感 你知道自己的边界在哪里 就像我们刚前面 也有讲到界线 嗯 对 你知道那个 自己的那个线在哪里 清楚了 你反而会自己 对自己的 自己的自我概念 嗯 有一些确认 嗯 所以你就可以 更安心的往外走 所以当你自己安心的 外面的人 接收到你的感受 其实也是安心的 是是是 那个互动就会更 更好 自然更流畅 然后你才会有归属感 好 这好适合预告一下 我的新课 好好在一起 本来就是需要了 就是这个月了 对 这个月啊 呃 我们录音的这个当时 还不知道是几号 但应该是十几号 四月十几号 也许现在或晚一点 呃 你们上官网的时候 都可以看到 好好在一起的课程介绍 嗯 那这门课 我觉得有一点是 把我实物工作这些年来 看到人们 在关系里的孤单 嗯 嗯 我有一点正面对决 这个孤单啦 OK 对 你不是矛盾对决 你是正面对决 对对我是正面对决 那我试着用我 我 我 我现在 呃 知道的 跟大家分享 你可以怎么跟自己 在一起 然后于是你可以 想要得到你想要的 那种关系 可以亲密 可是又不会在里面 失去自己 可以有独立 那种 可以做自己 同时又有伴的感觉 嗯 我觉得是很重要 那他也是两种顶级智力 要放在一起的事情 是 才能融合 对不对 嗯 如果你现在会觉得 自己的关系里面 有一点点 黏腻 嗯 黏答答的 不清爽的感觉 我觉得 或许你可以从 好好在一起 这边进来 很疏离 也可以好好在一起 哦 这是 很疏离 如果你就是有一些孤单 或者是寂寞 但是又想要让人 跟人连结 嗯 也可以先进来 来看看自己 了解自己之后 我们都相信 这门课程会带给你 更大的安全感 去往外去探索 你想要的关系 是的 嗯 好 那 呃 相关的资讯就 看看也没有贴在下面 对 就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官网 我们的官网 嗯 今天先跟大家聊到这边 期待下星期提出更精彩的节目 拜拜